..... 所以我們寫字也不用太自大 也不用太妄自菲薄 不用太自大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你是最厲害的 到上面還有人比你更厲害 學的比你更快 你也不用膽自菲薄說 我是很差很差 其實還是有人比你更差的 我們不比差的 只是再怎么样 都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那你会说那也还是有人 是最顶尖的 最顶尖的还要加点运气 那你有运气吗 运气不是用买的 也不是用找的 有些人就是有那个运气 你没办法花钱去买运气 你也不能努力的去买运气 原因就是刚好有那个机缘 就像加三代有才能出 成功的也就那几个 很多人比他还厉害 可是也没成功 不是最厉害的人成功 是要点机缘 自己本身不太差的情况 还是要有机会 机会是自己找的 没有错 那时候你真的找不到任何机会 就是没有办法 不要认为机会绝对找得到 那如果没有机会 你就安平乐道 人生就是这样 有机会飞黄腾打 你就往上 没有机会飞黄腾打 你也不要怨天尤人 那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你就是做你自己 高兴的做你自己 当你做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人生其实很快乐的 那如果你要去比较 去看那个程度比你差 比你晚的 可是成就比你好 受到尊重又比你多生气 那你只是多生气 得到生气而已 什么都没有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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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这种老花的写字 发现老花早上跟下午 老花的早上跟晚上的时候 是度数是不一样的 早上起来的时候 好像视力比较好 这是要戴老花眼镜 否则近的距离看不到 写字写到晚上的时候 现在已经晚上了 就觉得好像 不用戴老花眼镜 戴原本的度数的眼镜 又可以看 所以早上的眼睛 应该是度数最佳的时候 晚上度数不好 模模糊糊 刚好可以当老花眼镜 所以是很大的困扰 最根究底就是写小字才会这样 大字根本不用管他老花 大概的位置 写下去八九不离十 小字根本差一点点就差好多 写到自己都会有点生气 怎么差那么多 咪咪要做的效果都做不到 因为它是太小了 我这弯曲度这么大 我这弯曲度这么大 它的纸都写得很可爱 拍得很高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hiro